先前南投埔里被環保妈妈 凭借是全省最脏乱的乡镇之一 立刻引起埔里居民的不满 今天有五百多人在埔里镇的人爱公园集合 除了总动员打扫之外 也在树上绑上了白布条抗疫 整个街道还有商店门口也都贴满了海报 埔里居民他们今天说 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小乡镇 所以人力很有限 因此赶不及清理各地游客 带来的脏乱速度 埔里镇两站上宣传车大声放松 不要乱丢垃圾 为了洗刷全台最脏乡镇的屋民 五百多位镇民一起动起来 人手一只扫把清洁环境 针对日前环保妈妈 把埔里评为最脏乱的乡镇之一 埔里人绑起白布条 店门口墙上张贴抗疫海报 之一评分方式不公平 我不知道环保妈妈是用什么 什么种的态度 什么种的标准 来衡量我们埔里镇 所以我们所有的证明 大家都非常的不满 之前Longstate的日本老先生 嫌埔里脏乱的风波 好不容易平息 现在又被环保妈妈批评 埔里很脏 但其实游客如知的 埔里桃米社区 却看不到一片止蟹 社区总概是说 当地有很强的社区意识 很多热心的民众主动参与 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埔里被嫌脏 可能是游客量太大 公布门人力有限 不同社区聚落间的三不管地带 给了脏乱出现的机会 这样我们业者啦 民宿啦 餐厅啦 或者是解说人 都有在做这样的 维护任养的工作 隔壁的地方跟我们的地方 中间不是有一个缺口吗 有一个死角吗 那个我们就也跟着去做 他看的地方没有很深入 只是皮毛看到菜市场 或者是说看到哪一个区段 他没有很深入 到每个社区去走一走 在地人认为 埔里市南投许多知名景点的 入口站 商业活动发达的背后 脏乱也跟着来 除了埔里人要发挥 自扫门前雪 还要管他人瓦上霜的精神 也要到此已游的游客 一起把功德心带来 新闻黄秋 赖世杰 南投报道